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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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充电 电脑也在充电 顺便还在剪视频 我估摸的再过一小时 电脑就充满电了 这儿呢是这个黑德兰港 生活区这边有一个咖啡厅 现在是12点49分 总算是吃了一个不一样的 不是汉堡了 这个是鱼肉的Takos 来上一点盐 再来点胡椒 今天早上就休息啊 我不想赶路了 等到两点钟这边下班了 我再走 不着急 他们这边平时下班特别早 就两点钟 基本上全关门了 吃个不一样的 就算是鱼肉的卷笔 味道挺好的 这一份19块钱 还不错 我差不多用了半天的时间 调整了一下状态 现在是电也充满了 视频剪完了 准备继续出发 不慌了 不慌了 电也是充满的 人也休息够了 而且还吃饱了 现在就是继续前进了 我现在在黑德兰港 距离下一个像样的城市 布洛姆大概有个600多公里 我一下午肯定赶不到 我只能说是往外跑 能跑多远算多远 因为它这荒郊野外的 还是有点什么加油站 露营地什么的 今天晚上肯定也是 随便找个地方停车睡觉就好了 这个倒是不慌 这边真的好热 30多度 看拉矿石的火车 看到了吗 你看这个多长 是不是看不到头儿啊 这个一直在转 好了 总算是看到头儿了 我们又回到这个一号公路 就是一直沿着一号公路走就可以了 这是拉那个铁矿石的车 陆地火车 这个应该在打装 这个干什么 应该是造一个高架桥 这澳大利亚的这个卡车 这司机真的是不是一般人 这么长的车 怎么开呀 跟这种大家伙坐车 真的满满的都是压迫感 这一路上全都是这种拉矿石的车 哎 羡慕啊 几分钟一辆啊 过分了啊 在我前边的就是一列公路火车 注意 超车 60米长 哇 他这个60米长 我真的是超起来 太费劲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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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哎呀 你们能体会 在这样的路上超一个60米的家伙 心里的感受吗 而且你还开的是一台 马力不是很大的车 所以说跑起来真的好累啊 西澳大利亚北部 就这个区域啊 应该算是 开车还这个澳大利亚这一圈 应该算是 最无聊 最无聊的一段了这几千公里 但是呢 你要是不到这来啊 真的没有那种设身处地的那种感受 就是澳大利亚在这个国际社会上 是吧 有的时候能跟我们拍拍桌子 嗶嗶嗶嗶嗶几下 是不是 底气在哪 是不是 不是说是他有那么多什么牛羊啊 也不是说是他产多少小麦啊 人家的底气就在这 这么多这个矿产资源 就满公路跑的都是60米长 在这种拉矿的这种矿车 这就应该是他的底气了 哎 这没办法 这占了个好地方 这么大一个 大陆 资源真的是挖不完的 而他只有2400多万人口 抢一下吧 所以说日子过的是 风生水起 现在就是一直沿着海边 朝东走 这边还是有点降水的 所以环境看起来还不错 至少是满眼的绿色 我的哇耶 这个 它这个是整个道几乎都被它占了 就前面有两辆警车开道 然后顶着牌子 Oversize 然后就给你闪灯 我就知道我一看卧的巴也赶快靠边了 直接停下吧 还是 这应该是一个超大的一个矿车 普罗姆还有318公里 我的天呐 我估摸着我最多再往前走个100多公里 我又得找一个营地 休息了 气锅烧油做饭 这块这个地市真的是好平坦的 木质所及 四面八方 都是平的 六点钟喽 太阳又要落山了 这每天都是赶路啊 活动活动 休息一会 让车也休息一下 前边还有几十公里 就有一个养牛场 活动活动筋骨啊 哎 差不多了 今天晚上还不知道住哪呢 地图上显示在前面就有个地 然后是个什么养牛场 我估摸着今天晚上我就在那边 找个地方停车 然后就睡一觉就好了 反正现在电是满的 其他都不太慌 油的话也够 自从啊 我有了这个副油桶以后 我就再也没担心过油了 因为我这个续航里程一下子就飙到了700多800公里 这基本上加满油哪都能去 前方有一个露营地 我呢已经是到了一个叫做拉格兰奇的一个地儿 但是这好像连加油站都没有 真的只是一个养牛场的名字 这就是我在地图上搜到的一个 免费的露营地了 我的天呐 这就是一块空地一个垃圾桶啊 这红椒野外的 这后边还有 那边停了一辆房车 欣赏一下天边最后一抹碗霞 就住这儿了 开始做饭吧 这个青菜今天必须得吃了 不然就蔫了 这么贵的青菜 必须得吃新鲜的 这还有四个鸡蛋 今天晚上炒两个鸡蛋 明天早上两个 刚好 明天进了大城市 再买 好 鸡蛋炒洋葱和大葱 再炒上一个青菜 还有这还有一只虫子 本身呢是炒个鸡蛋的 非要给我加点肉 真的是 鸡蛋的鸡蛋 生抽提个鸡 好了 拌面菜 煮点面条过一会儿 ok 一直有这个加肉的 哎呀 这又是 算了算了 吃就吃吧 本身这个素菜 非要给我加点荤 这就一把呀 还是瞧面呢 够不够吃啊 差不多了吧 好了 烙面烙面 就这儿 荒椒野林的咱 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至少搞了 两个菜出来 可以拌面条 这个面条没过水啊 没有多余的水过了 矿泉水不多了 我还得留着刷牙洗脸 明天早上喝 今天差不多 我估计这应该走了 五百多公里路吧 这个鸡蛋一半 这个青菜 再加一点 再一半 我这里还有老干妈 得亏我真的是 什么都会 什么都有 一般这荒椒野外的 你要是啃点这个面包什么的 那你这生活 过得也太不爽了 不滋润 忙了一天 开车 这边真的 城市与城市之间太远了 我从那个 黑德兰出来 都走了差不多 真的是五百公里吧 还是荒椒野外 如果说我要进城的话 还有个一百多公里 实在是晚上了 不想跑了 太累了 而且进城以后 找住宿也麻烦 应该说是找不到 明天早上再说吧 嗯 可以 菜全加了 明天早上 就不吃了 直接赶路 今天晚上吃饱一点 中午我吃的啥 我都忘了 哦 在那个咖啡厅吃的一个饭 赶不上我这个 我这个成本肯定不值 我这个成本应该七八块钱 这里唯独就是 没什么信号 无所谓了 反正吃完饭 收拾好 我就又该睡觉了 明天早上 六七点起床 赶紧的继续跑 澳大利亚就这样子 路途太遥远了 真的 真的有点饿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 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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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